必须指出美国国会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所谓新疆棉花产业存在强迫劳动完全是造谣污蔑 中国新疆的棉花洁败自由 新疆各族群众也是勤劳善良 大量事实证明新疆的棉花产业从种植到采摘 从纺织到制衣包括使用新疆棉的企业都不存在所谓的强迫劳动问题 再比如恒远祥是1927年创立于中国上海的老字号企业 曾经成功为北京伦敦礼约三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打造了礼仪服饰 并将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财奥会期间为国际奥委会成员及工作人员提供官方的症状 这些企业始终遵守相关法律 恪守商业基本准则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为中国乃至世界体运动做出了贡献 美国国会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利用奥运会服装问题大作文章 违背基本事实 这根本不是维护人权 而是侵犯人权 不是支持体运动 而是破坏体运动 这是极其卑劣 也是极为肮脏的政治操弄 将冬奥的国会和冬奥人民同棟 第一張事件 будете追求 开始